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懒势汹汹 随着中央元件的社区隔离设施相继完工并投入使用 减轻了香港公立医院抗疫的压力 也缓解了确诊者看病难的问题 近日一位港漂女患者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自己入住方舱医院的经历 我是大概8号的时候 然后我就自测就发现自己是阳性 然后我是9号的时候就报了上去 然后后面呢我就发现我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就是有一点那个有点胸口痛 然后呼吸有点不顺畅 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可能还是要去一下那个隔离营 因为我一个人在这边嘛 然后呢就后面有人跟我确认信息 确认完信息之后呢 就有人接就到我楼下 然后是开那个就是他们是那个抗疫小巴 抗疫小巴过来 然后就把我从我家楼下 然后就接到那个新田的那个隔离营 新田方舱医院是由中央援建的第二个社区隔离设施 共有720个隔离房间 可安排超过2800张隔离床位 而何小姐则正好是在该设施投入使用的首日办理入住 房间的话 房间的话它里面是有三张床 反正有三张床 然后呢有一张是那种双层的 就是我们叫就反正上面也能住人的那种 就两个床的那种 然后呢它有四个柜子 就它可能设计的应该是最多可以住四个人 然后里面的话呢 它也有配凳子啊 然后水壶啊 然后排拆啊什么的 基本上它是按一人一份这样子来配的那个设施 然后也有饮用水 有配在里面 床的话它是都有床垫 然后也有那个被子啊和枕头 他表示入住后 从最早的给入住患者派报纸 到后来逐步有人登记餐食是否有忌口 个人身体状况等 让他感受到放藏医院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一开始的时候呢 确实是没有人去看我们那个身体状况啊什么的 只是有人去派饭啊 派报纸 然后呢 第二天早上呢才开始有人来登记 就是给我们登记说 哎你有没有什么不吃的啊 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忌口啊 或者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就第二天早上才有人过来 然后从此之后呢 就每天早上都是有人会过来看看这个人什么情况之类的 然后也会有人寻房 就是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紧急电话 然后呢也有WhatsApp 就可以WhatsApp跟他们说 然后他你缺什么泡面啊 水啊 或者是饼干啊什么的 他也都会送过来 随着病情逐渐豪转 何小姐也在连续两天核酸结果呈阴性后得以离开社区隔离设施 回想起这次经历 她表示在方舱医院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感受到香港市民彼此互相照应的温暖 同时也希望疫情尽快好转 自己也将比以往更加注意防护 然后我去到那边 结果就大家都人都挺好的 像我们有很多邻居也会说 看你咳得好严重啊 说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止咳药啊 我隔壁那个阿姨就 就说你不能穿那么少啊 会冷啊 什么的 说病好了才穿少 他说你现在要多穿一点 就大家都还挺挺守望相助的那种 我觉得比在家里要更温暖一些 因为在那边 大家都很关心对方的健康情况 然后也会说 以后我们出去来可以一起喝茶呀 什么之类的 就从我整个经历下来 就是病本身真的是非常痛苦 因为我是反应比较大的 然后还去什么急救车什么的 我是觉得很辛苦 所以我是肯定会做好防护 我现在就是比之前会更加的小心